从前有一只小熊,他从小遵循着家族的计划,成为宝石商人,继承家族生意。 但小熊知道,就算有再多宝石,也无法对抗崩坏。 于是,他踏上了无人期待的旅途,但他不会就此放弃。 小熊会悄悄咬紧牙关,向着期望中的那个字节,大步向前。 苏珊娜的父母根据家庭教育方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为他聘请了专业的舞蹈老师来培养他的兴趣。 起初呢,苏珊娜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对于这种兴趣般毫无兴趣。 但是舞蹈所演绎的浪漫不实吸引了他的心,使他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训练。 他渐渐喜欢上跳舞,但是又害怕跳舞,因为每分家庭聚会,年幼的他正在拼命地吃饭的时候, 长辈们就会突然说,哎呀,苏珊娜,你不是跳舞跳得很好吗?来给大家表演一下吧。 这导致苏珊娜虽然喜欢浪漫的舞蹈课,但这种时候往往觉得非常顺势。 其实这个灵感最早是他登场的那个漫画。 我们在漫画里看到他们小队的整个这个风格是比较有地域的特色的。 而且我们仔细看苏珊娜他那一套装甲,就是有一些舞娘的元素在的。 然后我们提取了舞娘这个概念,然后把它做得更适合战斗。 苏珊娜的家族是以看探宝石为业的,产业雄厚,自小一时无忧。 即使他远离家乡,就做了不被父母看好的女武神。 他银行卡上的零花钱数额也足以让他的好朋友亚尔维特车目节省。 苏珊娜本身他有那个小富婆的这个设定在嘛。 所以其实我们想他应该是比较喜欢宝石啊之类的装饰。 所以我们在装甲上还加了这些的元素。 其次你可以看到我们在5G的设计上也做了一些宝石的元素。 然后有一些金边香边的这种陶瓷的感觉。 就是给你感觉这个武器也是很华丽,然后很有这个韵味的。 他喜欢看小说,尤其偏爱奇幻浪漫的冒险题材。 他向往女武神的英姿萨爽。 于是苏珊娜决定成为一名女武神。 就算只是微不足道的力量,他也想亲自对抗崩坏。 别担心,毕竟我也是女武神嘛。 在设计中我们希望将舞蹈跟音乐的要素融入到战斗中。 尽管他有时会犯迷糊,但是在战斗中翩翩起舞时,立刻也能够展现出自信的一面。 而到了胜利或者是休息待机时,我们依然也能够看到苏珊娜可爱的熟悉的样子。 在设计他的动作的时候,我融入了许多民族舞蹈的元素。 然后在他的攻击中也结合了很多我国古代双手剑的元素。 这样能体现出他帅气的一面。 其实当时我在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把它融进我的攻击里面。 他是个舞娘主题的角色嘛,所以说如何在游戏过程中能够让玩家感觉到这个音乐跟古典的这种存在。 因此我们想到的一个让玩家跟着古典一起进行操作的一种游戏形式。 在普通攻击时,苏珊娜双持环刃,翩翩起舞,给予敌人流血伤害。 在给敌人积斩充分的流血层数之后,苏珊娜可以将手中的环刃组成铃骨的形状, 通过击打骨面的攻击形式引爆敌人身上的流血层数,从而给予敌人大量的流血伤害。 他有四次攻击嘛,然后在他每次攻击的时候,我都会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让他后摇看起来更加优美。 在释放必杀季后,苏珊娜会进行一段完整的舞蹈表演。 此时屏幕上也会出现相应的节奏提示,大家可以根据屏幕上的提示与苏珊娜一起击鼓。 如果能够掌握合理的舞点,触发完美判定,还会有额外的讲语。 准备好了吗?要跟上节拍哦! 应勤舞蹈吧!在音乐停歇之前! 他现在很多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非常想,他没有遵从父母的期望,而是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会为了一点点的成就开心,也会为偶尔干个蠢事内疚不已。 他新鲜,热情,稚嫩,在大家面前好像永远都是带着笑脸,就算被批评,也依旧保持。 但其实,他总会在半夜躲在被子里偷偷抹眼泪。 他就像一只真诚的小熊,笨拙地迎接着所有挑战,磕磕绊绊地向着理想中的自己迈出一步又一步。 谢谢你一直这样信任我,我会继续加油的!